我記得有一次 在廠拍攝時 有很多道具放在這裡 讓我們拍攝時用 劉德華拿起其中一個 就是瓷的東西 劉德華說 你以為扔不扔也會破壞 不,先說一說 道具應該扔也不破壞 是道具,對吧 你讓我先說一說吧 我正在分析你的性格 好… 馬虹命園就把瓷器的東西扔在地上 然後他說,這是破壞的 但劉德華無論他怎樣做任何事 因為他跟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員 關係打得很好 所以在廠裡每個工作人員都很喜歡他 所以他的性格和楊過的性格很混合 玉蓮,我們倆一起去美國拍外景 拍巨人的時候是多久之前的事 大概有半年了 有半年了 巨人相信你拍攝完成 所有工作人員都說很開心 為了事理,你說很傷感 為甚麼 其實我也很開心 因為你可以把自己半年來的工作 剛好完成了 其實傷感是因為台前幕後的人 都合作得那麼好 但自己有點捨不得 這是原因之一 第二,因為我做完後 已經不知道他可以做甚麼 所以我有一點傷感 很難過 很多演員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聽說你還有走路的感覺 不是因為有甚麼走路的感覺 走路的感覺是因為 我帶了太多衣服回去拍攝 而不是因為拍完後很傷感 就走路的感覺 因為我帶了很多自己的衣服 那天我走了 我便要拿了兩個皮戶 回去搬東西 我的感覺就像回去電視機 偷東西一樣 偷東西便走路 其實挺好笑 我們當演員的 當一期下班的時候 經常都會覺得很失落 很黯然 平時你會如何舒緩這種情緒 對,有時也挺難過 因為當你做一個電視劇的時候 如果你有一個是外人 你當然對他 就覺得好像自己的外人一樣 你平時對他又很親熱 會做一些很親切的動作 跟他抱抱抱、站起來 說話都比較陰聲細氣 所以有時的感覺 想抽離的時候也很困難 但幸好我自己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很喜歡去玩 差不多到了下班一個星期 我就要找朋友 陪我去Disco跳舞 唱卡拉OK、喝東西 慢慢地 就會對男主角慢慢淡忘 就會抽離自己的角色 是嗎 可能這是一個好方法 可以試試學 對,如果不去玩 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去 去試試? 是 好吧 現在我們看到的 這個就是神雕俠裡的水底戲 這場有穿著古裝的陳玉蓮 劉德華、呂友慧和陳玉倫 都是在水底的一場戲 忍著一口氣 很辛苦 你知道還有一件事 就是陳玉蓮突然抽筋拍一拍 幸好旁邊的蛙人和工作人員 救了他出來 在水底拍的 剛才那個人看到,很辛苦 其實在陸上拍也不是輕易 沒有啊 我以為